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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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非常多大财成龙 早上才首次抵达台湾中午办了一场记者会 晚上又和飞行们近距离见面来个签名会的张拉拉 受欢迎的程度从飞行朋友们排队的长度就可得知 其中有人为了抢的第一名的位置居然从早上就来等候了 早上9点 而且张拉拉的后援会也志愿着当起义工来维持秩序 带动喊口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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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张拉拉也很准时的7点多就出现于签名会场 对外头有这么多Fansy朋友来参加感到相当兴奋 由于来到签名会场前张拉拉也已经先去品尝了一下台湾的韩国料理以及小吃 所以尽管行程满档她也不觉得累 而张拉拉这次来台湾只有两天的时间 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好好的看看台湾 但是因为韩国有一堆工作在等着她 所以张拉拉也不敢承诺何时可以再来到台湾 原来华许惠林的采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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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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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你很惊恐 而这一群天心耍宝的年轻人 就算在这严肃的热氧之下 一样不忘搞笑 不让这段有趣的过程 成了伪装家族美好难忘的回忆 无声为的整理报道 好可爱哦 不过大家一定都不知道婴儿长多快 一般年轻人可能对婴儿不了解 就是那天好像才是19号的事情 然后今天是24号嘛 可是我那天给泱泱穿那套衣服 他今天已经不能穿了 对 你说他那个小腿伸直的时候 整个连伸装已经变得很崩了 那个连伸装是从身体连到脚包起来 然后他现在脚就已经要 快要伸不起 快要已经冲出那个衣服 对 然后那衣服都已经拉得这样崩崩的 可爱到起一点了 而且他表情好丰富哦 非常可爱 而且越大越可爱 就是小孩长大速度真的很惊人 像我昨天晚上难得不用拍戏 然后我就把他抱回家 然后他就已经会笑啦 然后已经不会说大人不抱他就哭 就摆在床上 他就已经会这样讲话 然后自己很高兴 而且有一个很惊人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现在已经会讲英文了 对 大家一定不相信 可是大饼有 就是真的把他拍下来 他跟泱泱说 I love you 然后他这样 I love you 对 而且连嘴型都有 我没有把他拍下来 然后打算就是明天拿到百分百来出 你知道吗 因为大饼从高中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常到学校 跟我们讲一些 他发生的一些什么奇人异事 然后就觉得 未免的人生也太 就是莫名其妙 这么多姿多彩 所以我们都怀疑大饼有说谎证 然后为了要证明那个 他没有说谎 他就特地把泱泱说 I love you 的画面给拍了下来 我今天有带录影带来 本来要请黄素梅现场播放的 可是他个人嫌太麻烦 所以不愿意播放 嫌太麻烦 所以就跟他寄了带回家看 没有啦 是因为这个录影带 我们今天一时来不及 但是有朝一日 我们一定会播 不然明后天嘛 明后天也会播 可是他就觉得说 I love you 就做一则新闻 就给 不用做一则 就给大家现场看一下 我看真的很神奇 而且我怀疑 婴儿是不是真的看得到鬼 看得到鬼 因为像比如说 我们把它放在沙发上 对不对 然后其实你没有逗弄他 因为婴儿不是会 自己在那边咽咽 发出一些婴儿声 他就是自己会 比如说看着天空的某个小落马 就在那边笑 而且还会对着某个地方讲话 对好像有某个什么 灵异叔叔在逗他玩似的 灵异叔叔 你真是笑 不然你说 为什么他凭空要笑呢 对因为我昨天早上 一大早拍戏嘛 然后晚上不用拍 就把泱泱带回来 然后有一些小朋友 是日夜颠倒的那种 然后泱泱就是 然后他晚上就 我把它放下来 他就要哭要哭 我就赶快把它抱起来 就这一抱 就是早上五点 你从昨天 已经快要昏倒 你从昨天把婴儿 抱到凌晨五点 因为我一抱 他就这样 然后就赶快把它抱起来啊 然后就抱抱抱抱 然后就抱到五点 然后就喂奶 然后喂完之后他就睡 然后睡到九点 因为还得再喂一次奶 而且我跟他讲 你跟他真的有缘分 你真的是要当他教母 因为像大S一抱他 我觉得泱泱好像认得你 他认得我 像我们在那个 我们家的时候就有试验过 每个人都有抱他 比如说他要哭的时候 交给谁他会不哭 就是交给大S 他就是马上就稳定下来 然后我抱他 就是会一直继续大哭 黑人一碰到他 马上哭 陈建泽只要一靠近 他就会立刻大哭 而且是那种 尖叫的那种 他可能闻到他身上 有臭味还是什么的吧 还是他种族歧视 不喜欢黑人 我今天早上一起床 一打开那个房门 看到我妈就坐在客厅 然后抱着那个泱泱 然后这样再喂他奶 那那个好可爱啊 我妈每次都口口声声说 我们谁敢这么早结婚 抱生孙的他可不养 然后就泱泱带到我们家里 他还不是这样子 就偷偷照顾 然后还怕被我们看到 他爱婴儿的样子 我们就会生 所以他就是在我们面前 就假装说 嗯还蛮可爱的 然后趁我们不在 哇太猛爆了 婴儿真的太可爱了 好接下来呢 就是独家 窄窄赶得及吗 尽量赶啦 接着这个独家呢 就是SHE跟张志成 苗栗行 一路上吃吃喝喝的SHE 和张志成才到新竹翻溪 糖光就快炸了 不过距离目的地 苗栗也只剩下不到一半的距离 太厉害了 Tina Tina 怎么那么厉害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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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套 外套外套 做你的外套 只能再做你的外套 可笑的是 这个 我的男孩 看一下男生 是 走多地方 这是我 这是我 这是你 抓的 抓有抓吗 啊我自己没有抓 哈哈哈哈 好厉害 好厉害 要被谁先掉啊 要不要进来 没关系 来啦 没有人啦 太秀活 来 来 我是白鲫公主 我是宅马皇后 突然这样 突然这样 老婆 你做了 你干嘛要做错药 你要活药 好厉害 快要小孩 有自己孤零零的 没有让给你们 好可怜 没有让孤零 没有让她跟她玩 她真的很好孤单 遇上来 SHE张志诚 完全没辙 尤其是 Ella的婉娘脸 掌出门口啊 蛮帅的 你怎么进去啊 对 很好 很好 用电脑啊你 太有趣了 好喘哦 刚刚在休息站 玩了很久 然后现在有点喘 好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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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刚才下车 风格不那么大 扔死我了 因为 这是新竹啊 我就是新竹人 它是风尘 好喘 终于下了交流道 但是半点正事的时候了 赶紧变唱二品唱 我真的很激动 你看我紧握的麦克风 好球 洲ody 毒 确实谁呀 杰毒 你忘记带了啦 �� List 它去 Prob性 反免 你忘记带了呢 gage 他x stay 还租 把 不 快 就 Defence I love you, love you, yes I love you 好玩笑 好玩笑 我们是SHE 唱压轴的SHE 终于完成了这天校园演唱的任务 也以为此行天大功告成 可怕的还在后台 你看校园的人潮 习惯而来 几乎淹没了SHE 几乎淹没了 几乎淹没了 你这么逼我马路了 你这么逼我马路了 你这么连长 阿虹哥一度像仙女一样飘在空中 因为我是第一个嘛 他整个这样倒退 我整个这样紧张的 我们就说 我看了 他说你不要抓回来 不要抓回来 这次郭佳 陈欣红 郭佳薇 苗栗的采访吧到 去拍摄人真的好活泼 对啊 去拍摄的那位摄影师 飘在空中那位就是 就是比较矮的那一位嘛 我想他要离境应该不难吧 你怎么这样讲啊 人家挺住也不起你 二度羞辱 人会很多的时候真的会造成那种情况 你记不记得 就比如说我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我常遇到被人家处勇的感觉 我不是说处勇 我是说看演唱会的时候 台下观众很多 然后你是其中一员的时候 就会有 明明是站在舞台的左边 可是看完的时候已经在右边 对对对对 脚就没有再走 对 就一路这样飞飞飞飞 飞过去 对 腾空飞到舞台 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那种 比如说那种偶像的演唱会 那人潮真的就这样飞来飞去 然后人就在里面这样卷来卷去 而且你们觉得我真的很受不了 那种就是没有支力点 就比如说参加那种什么大型的活动 然后就也不知道哪个旁边的混蛋要推 你们觉得就是硬要往中间挤 所以导致站在中间的人 就会没有支力点 因为他们一定是比如说站在中间 然后就被这样挤 飞来飞去 对 然后就要那种活动 然后就腿就软了 那种活动 如果在短时间 比如说他们现在宣布说 我们活动取消 然后大家就会啊 就跑走 地上就会有很多很多鞋子 可是也不会有人来捷 而且其实说穿 鞋子跟鱼扇 对 说穿了真的很恐怖 像中间的人就这样被没有力量的这样推 你说这样一凹 万一他们腿没有支撑住 然后整个人就倒 就是被踩死 你知道我小时候去参加过那个曹蒙的歌友会啊 然后是在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那个 百货公司的那个小 好像宴会厅之类的 然后还有两层楼 然后楼上更小 就只有一个小小的看台 然后楼上挤的人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会多小啊 真的很小 然后人真的多到不像样 怎么这么小 就是真的大家都这样塞在一起 然后就这样在里面这样旋转 就是重叠 然后因为又是室内 你知道室外你可以往后拉空间就拉大 可是在室内大家都被塞在里面 然后就真的急到就 每个人都要头抬起来才能呼吸 然后就主办那位就突然 就演唱到一半就说要取消 因为楼上有人掉下来 然后掉下来之后就消失了 就因为人太多 然后就不小心就消失了 那我还看过那个生死一瞬 那个多可怕的 就是很久以前的一个那个足球赛 在英国 然后他们的球场不是很大吗 然后就起暴动 然后那个不是中间是球场 然后他们旁边就有那个铁栏杆 然后球迷就在那个座位那边看嘛 然后就暴动 然后就人挤人 然后就是第一排的人就被那个 这样塞在那个铁网那边 对然后后面的人就不断往前推 然后那个第一排就有一些还可以动的人 就说快点开门 叫警卫开门 说把那个栅栏打开 他们可以把人疏散到那个中间的球场 可是那个警卫就看说万一我门一开那不是暴动吗 那些球员啊什么的 万一发生什么危险 他就一直不开门 然后就镜头拍那个栏杆 就那个小孩子已经昏倒在那里面 然后都被骑扁脸 然后最后导致死了上千人 很多球赛 那个球赛都会这样 然后你想想看 就是眼睁为什么不开那个栅栏 因为如果他一唱那之间开了 大家就可以得救 就他就这样眼睁睁看那些人就这样被骑死 不是耶 因为他是暴动啊 又不是说过多人 可是他一时的判断错误就导致死这么多人 不一定 如果他现在比如说他把门打开 然后捏暴动的人就冲下来 不知道会踏 然后导致说不定会就更多人被踩死 或者是冲上去连球员都被打死 所以说那种情况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可是就是他访问一个爸爸 他说他带他儿子去看 然后就拍那个爸爸讲说 我当时不断地拍打那个栏杆 希望警卫可以开门 眼睁睁看的儿子就这样被骑死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 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很恐怖啊 可是那个警卫也没办法 如果他今天坐着把栏杆门打开 然后人家都冲出来把球员给杀了 那他眼睁睁就看着他自己开门球员被砍死 反正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看神经 不是 是不是 心情会不好 是如果人多的话 外面的人何苦往中间急 你就站在原地也不会怎么样啊 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香港的时装杂志般的那个典礼 如果今天产宅赶不来的话你会怎么样 就等下拍戏的时候 二话不是就往下头上扒下去 你等下会遇到他是不是 今天好像不会 一定应该会 他如果今天没有赶来的话 你有朝一日遇到他是一定要惩罚的 一定会惩罚 而且西蒂姐姐会很不开心 听到没 来看下新闻 某时装杂志二十二号举行一年一度时装班奖礼 艺人李嘉欣方忠信郭富城等人都有获最具风格奖 我很爱穿衣服 有人去欣赏自己穿衣服的品味 然后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开心而且非常乐意的事情 没有什么性格 没有什么性格 这是可能可能是给我一个安慰的奖 拿到这个奖的话觉得很不错 然后也增加了以后穿衣服更有自信 而穿着一项银礼潮流的刘嘉玲就是当晚的嘉宾 因此李嘉欣 刘嘉玲的性感 反正成了班奖礼上最具看头的一幕 因为两人都以独一无二的装扮吸引媒体焦点 唯一的一件 然后它是从设计师的手上 从米兰运过来香港 所以好了好了 那么贵 那么好看的衣服就性感一点 小心一点就好 不过这期价值十多万的地步穿来可不轻松 李嘉欣表现除了稍贤性感之外还挺累人的 但是还是不太习惯 因为那个脖子会很累 我发现穿那个漏背的衣服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 希望拍到后面嘛 然后你的脖子会不断的在 所以是要经过训练 至于刘嘉玲呢 除了是同样穿着名牌的礼服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胸前垂挂的名表 据问这只名表就获得射击大赚 也是全球唯一 所以这回是特地从瑞士苦力而来 对刘嘉玲的美丽比嘉欣这回则是大方的赞美 丝毫没有竞争的护腰味 我觉得嘉玲永远是性感啊 很好看啊 反正我觉得她是上海人嘛 皮肤都很好 香港族的采访发道 虽然仔仔现在人正在路上 但是她的宣传呢 已经到我们那个摄影棚外了 而且如果仔仔赶不上号 我们可以请宣传电一电 对啊 现场就直接鞭打她 宣传先进来撑一下 不过还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仔仔应该可能晚一点到 但我想她一定是会到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问她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你传简讯到我们节目 只要你是核心电讯 台湾大哥大中华电信 或是远传电信 打83821 任何问题都欢迎你们问咯 嗯 广告回来之后就有仔仔 你不意思 仔仔 耶 迟到鬼 迟到鬼 我没办法因为拍戏嘛 你知道 怎么会这样 你几点拍几拍 早上六点半的通告啊 哦 就因为有点 进度有点慢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上完通告 是不是还要再去拍 太假了 其实我心里一直在揍 我爸讲说迟什么灶 有没有很害怕 不好意思 因为路上刚好 我那一段有车祸 怎么会这样仔 怎么会这样 然后那么轻松 你看 机械人 就让他拍戏 什么意思 你知道他肢体僵硬到什么程度 他每次讲话说 就这样啊 然后手还会沉降90度 就是假人的行为 对 又是身体非常僵硬 比如说我拍那一场戏 对 要摸他手被说 嗯 别担心 我会等你 对 你跟他手有多少 就就 就不会摸 就应该要很有感情 对啊 对啊 太好笑了 不过很多人都说 展示才 就是这一轮上了节目之后 发现你好像那个 变得狂 变得狂 没有变好吧 就可能变比较 跟他比较熟 对 对 比较晃得开 但是先来看一下你的消息 好不好 你的新闻 就是仔仔在河边拍照 然后突然有一只海纯跑进来 你 嗯 仔仔站在河中央拍照 随意哼唱起吴静豪的歌 你不知道在一起 你不知道在一起 你没有是一几才情 很帅很帅 你不知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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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人要追在一起 你 还不可能 不过这个新朋友很抢镜头 顿时工作人员上演一出 抢救海豚的戏码 救援成功 海豚救援成功 走到路旁 仔仔又化身为街头艺人 和大家一起打鼓 不过这个鼓似乎太小了 七合力士族的仔仔 这趟日本行除了海豚小白之外 还多了一个很爱偷袭人的小狗狗 亦是赖在仔仔身上 根本不想走 好可爱哦 他叫他学 好可爱哦 來,來,來,來 這是他爸爸,叫那個 Oto-san 這個是 他的兒子 好可愛喔,想到他們就想到我家的那個 兩隻狗狗 三隻喔,現在 那,請想趕快回去台灣 然後能夠看到他們,希望能夠 就好好報告他們 不用嗎? 好啊 好啊 撿到鼻孔裡面 好啊 謝謝猜猜,你真的是 我帶了一些那個 我知道了,來,知道你要送你,為什麼我才謝謝 其實應該 其實好可愛喔,小狗的 原本應該是要挑 我知道CD喜歡大象嘛,那邊有大象 可是後來 我跟你講還好你沒笑 猜猜你怎麼這樣 不怪 因為我剛才有問大一個說 到底仔仔有多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看他演戲好像進步很多 然後他就有說你們 最近有在拍一場你要跟那個 山菜表白的戲嗎? 沒有,就是我這場戲我先不講劇情 但你仔仔你示範一下 那個戲是這樣,就譬如說 你是山菜,然後我是花者類,然後你要叫我累 累,然後我叫說不要急 我會等你,就只是這樣扶著喔 然後你好,來,你演一次 你是山菜他是花者類,來,預備 不要急 不要急 你怎麼讓他 然後還會這樣子,我的肩膀還會跟著上來 然後導演就說,再輕鬆一點 你由下往上,然後他就會這樣 這樣引到就是經濟人 而且不是像是 而且自己家還要一直彩排,對不對跟我姐 一直彩排喔,一直逼我彩排 對啊,我不太會跟女孩子演那種對手戲 可是你 還是說你有那個,冒充那個 不知道什麼玩意兒 布袋戲的那個人偶 你現在那你之前不是還有跟他拍機型戲什麼的嗎 現在應該已經駕輕救手了吧 什麼時候有跟他拍過 有啊,有一場之前在海邊的啊 不是還一年久起 對啊,現在拍第二集的應該已經駕輕救手了 怎麼會這樣舉手 就你知道 就只要臉是OK啊 可是身體就不行 尤其是跟肩膀有關的 就就會這樣子 肩膀會奇怪自己的彩 不過這個仔仔來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他出寫真集的事情 然後寫真集怎麼樣 拍得有辛苦 其實 就是其實我們把時間都壓得蠻短的嘛 那一天可能就要換十幾套衣服 所以還拍得蠻辛苦的 而且你去的時候其實是夏天對不對 然後還要假裝是冬天的樣子 對啊,還要泡溫泉 在中午的時候泡溫泉 有沒有看到那個新聞 是什麼感覺 那種水煮蛋的感覺 水煮蛋呢 而且你好像也不小心露點是不是 不是不小心啊 是他們刻意要我們露的 那你寫真集到底有沒有露點啊 有啊 有啊 有露點 幹嘛還害羞 可是不是刻意的 就你覺得 露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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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屬於那種拍照起來會 剛剛仔仔你要不要跟大家講 那個點不是重點 然後旁邊那個 你可以跟大家講 旁邊什麼東西 就是你 什麼東西 什麼秘密滿足我們啊 我上次不是問說 有跟大家講說 我有問仔仔有沒有露點 但我忘記他回答是什麼 可是我突然想起來 你說那個的是 想一下了 就是這個啊 這個啊 對啊 就裡面就是有一些照片就是 拍側面嘛 正面跟側面 就像拍球犯那種照 就是黑色的 正面 側面 就拍啊 然後點其實已經不是重點 就大概就 因為你知道衣服 穿久了以後 你知道整個把 藝毛擦到旁邊 也不休一下 真的很 對 不會是有側面照片 然後藝毛就這樣飛出來 對啊 然後是不是前後飛 對啊 然後點不是已經不是重點 已經不是重點 哇塞 那不是太滿 所以說如果你們買了仔仔鞋 但是可以仔細看一下 他那個腋下的照片 毛可能有飛出來 小白 你好啊小白 對 然後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送給那個 嚇一跳耶 仔仔帶著小白要來送大家 對啊對啊 要怎麼樣獲得呢 給他一次簽名 給我們現場 現簽現送 對如果你想要獲得這個 透明海豚小白的話呢 請寫出 仔仔介紹給大家的新朋友 為什麼就有機會囉 就是小白嗎 就是小白 誰仔你最喜歡的動物 應該是狗吧 對 是狗嗎 而且你家養了好像兩三隻 兩隻 你要不要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家的狗 現在沒了 跟牠很久沒有 削了是不是 因為牠們家也是養 跟我們家 那個吳妹娘有的拼 有一隻瘋狗 瘋狗 你怎麼敢養米格露 不是說過那是陷阱嗎 不是因為 我們家人就看 你看在節目上 講妹娘很漂亮 他會覺得 我說牠是瘋狗 可是他又看到廣告上面 有一隻 有沒有 好可愛 好可愛 第一天 一個多月 很懶 每天睡覺 希望牠皮一點 就牠皮皮 一個月後 變瘋狗 對 而且不管是誰 就是猛跳猛抓猛搖 而且是不是吃東西 二話不說馬上吃過 對啊 然後宅宅 然後宅宅 氣也有氣 你有在看電視嗎 弟弟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不多說廢話 我們就直接來進行那個 簡訊記者會 會不會緊張 不會 好 那我們就輪流問喔 首先我發現 你有很多很多fans 都對這個問題 非常的好奇 就是宅宅 如果你是同性戀的話 你會喜歡哪一型的男生 同性戀 欸你覺得呢 我說你啊 如果你是同性戀 你會喜歡 不然這個f3裡面挑一個啦 應該是笑天 笑天 這不是我喜歡的型吧 可是他會煮飯給你吃不是嗎 你們兩個還挺恩愛的啊 我們是一群朋友去他家吃飯 少來了 沒有今天是假設性 假設性 不是你真的跟笑天在一起啦 我想一想都會覺得蠻噁心的 Vanesse又太長 你會覺得很服務 然後跟他討論這個話題 就說欸你會覺得哪個男生很喜歡你 他就你再講我就揍你 好那如果今天f3 其中哪一個人蛇紋你 你不會去報警的 我看可能Vanesse吧 我怕他報警就把頭被他扭 轉了一場 報警 咬我舌頭 純粹是因為打不過他的口 好那問完一起之後 好笑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你的問題還不錯的話呢 我們今天有特別獨家拍了 仔仔的拍立者要送給你們 好好笑 這張都不像你耶 給大家看一下 仔仔做鬼臉的 而且燈光有點擦亮還曝光 他的表情是兔舌頭肩有一點點幾眼睛 有視覺系藝人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看哪個問題比較好 換大S問 有人問說因為仔仔你 就是 一年不見啊 就短時間不見 就整個身高啊 身材都變成 他們問你現在是幾公斤幾公分 現在幾公斤啊 嗯 七 七三七四吧 嗯 差不多 最近又瘦了一些 幾公分 嗯沒有嗎 沒有 因為大S拍完戲回來就有跟我講說 仔仔最近好像胖了是不是 對啊 因為你知道 現在 有一段時間不是 對對對 臉爆腫有沒有 嗯 可能是因為水腫的關係吧 後來就消一下 現在水腫消了 對啊 那你現在幾公分 就慢慢往下消 結果會越來越往下 你知道有一次拍戲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四個人站在一起 然後大家穿的褲子都是很好看的西裝褲 為什麼仔仔他一個人要穿喇叭褲 因為他是 上面都很緊喔 然後下面是散開的 那我就想 為什麼仔仔他的褲子是喇叭褲 別人都是西裝褲 就是因為他胖太多 整個褲子已經變成瘋了 那件褲子就是以前 流行衣我就穿過 那他鬆鬆的有沒有 然後就 立兒子再穿上去 哎呦 已經快炸了 仔仔仔仔你現在上身都還OK 你現在下半身該不會是肥胖嗎 嗯 你要說肥胖 可是還蠻 壯的 嗯 你有沒有做運動 你一定要做仔仔 最近你知道 太忙對不對 又拍戲要上課 對啊 最近又開車踩那個 這根本來只是腳長變很壯 那你現在 腳踝壯也很用 我跟你講你在家如果閒著沒事 或是在拍戲現場 你就來一招這個 這樣 這個這樣 往下蹲 這動作 對膝蓋這樣 膝蓋這樣 這樣帶我過來這 然後對 蹲到最下面覺得你大腿內側很痠 很痠 你不能手這樣痠 你要這樣放鬆 放鬆 你現在覺得哪裡痠 就這樣一直蹲著嗎 你現在覺得哪裡痠 對 是不是這邊大腿內側很痠 對 你就這樣蹲著不動 像紮麻布那樣 對 比如說你在等戲啊 或者是閒在被 對 就這樣蹲著 你怎麼讓我想起我媽以前 我把你媽 就這樣蹲著 你就覺得大腿就慢慢越來越結實 然後或者是這樣往後踢 嗯 不然這樣好 你像是肢體僵硬 或是講錯詞 你就去旁邊蹲食 對啊 我跟你講這樣大腿可以比較結實 嗯 就說肢體不敢鬧 好 然後另外呢 哈哈 還很急嘛 好 起來啦 你這種問題 另外還有人會說呢 仔仔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遇過最可怕的Fans 嗯 最恐怖的歌迷 可能是 我的一舉一動 他都知道了 我在 有一次好像是我 專輯的簽名會結束以後 回到家裡 然後還有很多娃娃嘛 然後會有很多禮物 帶到家裡以後 然後 突然間簡訊 結果簡訊傳到我手機來 就說 欸 我只是想 沒事啦 我只是想問你 現在在你媽房間的那個女生是誰 好可怕喔 對啊 就是她不但有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還知道你媽的房間 所以我那時候就嚇到 因為我禮物全部都搬到我媽的房間 好可怕喔 我有其中一個娃娃 然後她穿的娃娃裝 坐在你房間嗎 沒想那麼困難 我只想說 可能有裝 裝針孔 針孔或是切聽器 沒想那麼困難 對 如果一個女生 自己還從那邊 喝喝點還不睡 在家裡 等一下後來你們怎麼處理 有沒有報警 或者是搬家 沒有啊 就這樣吧 她後來還有再傳簡訊給你嗎 不會後來還成為知情好友吧 怎麼可能 然後咧 就這樣結束啊 我就嚇到嘛 就叫我媽說 以後大概 可能收禮物公司 也都會幫我仔細看一下 先看看你面 就拿金屬 OKOK 沒有拿刀一直捅那個娃娃 看裡面是不是有人 有的話就直接流行 好那我們今天第一段的那個 簡訊記者會先告一段落 我們再來看下一則新聞 欸休息一下吧 會有那個仔細變裝秀 仔細變裝秀 第一套 等一下要不要上台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帥喔 這一套特色呢就是 簡單但是加了一個圍巾 感覺很有造型 老師 音樂走台步嗎 真的真的 那是你 好帥喔 Kikikik 來我去清碼頭 仔細你敢慢慢移碼 然後搖很快 不會會翻吧 不會不會 真的嗎 我陪你我在旁邊幫你付 我不怕啊 你搖很快 來看可以標準 夠痛 再快點 這很了不起 可以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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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真的不行耶 好沒有效果 他肢體真的比較僵硬 對啊 你肢體如果不動 對啊 你連碗跟木馬怎麼都搖不起來 不過哲哲你平常會穿這樣的衣服嗎 就是出門的時候 出門 有時候會 用圍巾 會用圍巾 對 可是不會這麼有那種 就你不會打扮 就普通的就是 因為你不是說以前你的衣服都是 你給你一個錢叫你哥買一樣的給你 對啊 然後他都把帥的自己穿醜的給你 對啊 你這麼不在乎外型 就是我覺得還OK啊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進行那個簡訊記者會 接下來的問題呢 哲哲你這次寫真集的名字是叫什麼流浪夢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他的個性真的還比較像流浪 流浪 那個流浪的人叫什麼 流浪漢 流浪漢 對 是嗎 流浪 哲哲你那個尾巾的牌子跑出來 你可不可以塞一下 怎麼樣 這個啊 看得好難過 好馬上繼續進行 有人問說 仔仔請問你覺得F4和藍正龍誰最帥 藍正龍嗎 嗯 那你不是一天到也後我講 我上次問你可不是這樣的回答 其實就是 都各有各有 沒關係講實話啦 講實話就是其實 藍正龍現在很帥 嗯 仔仔你何時就變得 沒有沒有 因為顏存續跟我講說他有一次 遇到藍正龍 藍正龍開車就搖起來就跟他打招呼 他看到我以後傻眼 嗯就覺得 就昨天跟我們講說 欸 欸 趕不出發了 對 我覺得暴龍 我覺得暴龍他做人很實在 然後他就有跟我說 欸 藍正龍怎麼變那麼帥 然後我就覺得 嗯他做人還蠻實在的 有一次我問仔仔說 仔仔你覺得你跟藍正龍誰比較帥 他就很認真的說 當然是我啊 蛤 然後你知道他的表情有多認真嗎 他這種問題你也問得出來的感覺 沒有啦 其實我是故意記他 因為你知道嗎 畢竟就是 他一定很希望 人家說他男朋友帥 說他男朋友帥 好 偏偏不要 就是不要中了他的肌就對了 然後 現在仔仔費子一定氣死 想說仔仔才帥 好另外很多人對仔仔跟藍正龍之間的關係 都有很多疑問 就譬如說有人問說 怎麼會 仔仔如果沒有藍正龍 你會不會追大S 會不會想太多了 真的 對 因為很早以前我就 就叫他姊姊 愛那個 你知不知道仔仔比我小五歲這件事 有告五歲的程度嗎 對 仔仔你幾歲 你二十一歲 我現在二一啊 對啊他等於他比你小 比我小三歲 我們兩個數學會爛情這樣子 對啊 二十四年 二十一年 怎麼算那麼久 好 那另外這個問題就可以延伸到 仔仔 曾經你有喜歡過大S嗎 就還沒有讓他做感覺 沒有 真的有啊 真的有 沒有 我還是認 認乾姊以後才慢慢發覺 許願還真的蠻多地方讓我很喜歡 是嗎 你以前是覺得我很恐怖 會怕我對不對 那你現在還記得流星畫面 你知道我們以前剛開始拍戲的時候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很瞧不起仔仔 因為我都聽不懂他講話 你知道因為他口齒比現在很模糊很多 然後我就覺得他一定是那種呆呆的男生 然後有幾次發現他怎麼講話那麼好笑 然後我就說 欸 仔仔不錯嘛 你還蠻好笑的 就還會誇他幾句 然後覺得他還是沒有 就後來默默才熟起來 後來才發現他其實真的很好笑 而且很聰明 所以一開始你剛開始第一眼看到大S的時候 是什麼感覺 就不講話 就 不知道 因為以前 因為以前我也喜歡看你們的節目嘛 對啊 然後就覺得 對啊 我那時候是 對 對 我記得我們還因為你喜歡我 而拍了一次那個什麼雜誌的照片 對啊 結果後來就沒有這回事 嗯嗯嗯 你是不是剪頭如搗算幹嘛 我說後來就沒有這回事了 對啊 我說後來就沒有再喜歡 喜歡我 有啊都很欣賞 還是有在欣賞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講話真的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繼續進行 再來看一則新聞 欸你看你教室的唸這個 他們兩個的這個發明 欸你要不要唸那個 信樂 Shino跟信樂團的新聞 蛤 你就說接下來是Shino跟信樂團的新聞 Shino跟信樂團的新聞 Shino跟信樂團的新聞 他有一次你在那邊盯住 有 給你來看一下 林小培合信樂團26號 將在世貿舉辦Win Party演唱會 為了求演出內容精彩 一行人這陣子 則是忙著彩排球杯 聚望光是內容的設計 當火營在了開會 不下數十次 沒有我們就是為了要更好 所以一直開會一直開會 戴著墨鏡就是因為 我們開會都開到天亮 所以沒有睡好 就是我們會合唱啊 那我們現在目前就是 還在討論這個問題 嗯 怎麼樣的歌 然後怎麼樣呈現出來 會比較好 造型上呢 初步的高想 便是Shino將會穿著馬甲 而信樂團則會以 戰士的風格打扮出現 其實我拍照的時候 可能今天 抱上的那一套吧 拍照的時候穿那個是 連呼吸都很困難 我想我可能會求我的 那個造型師 對啊其實唱有可能 最好是不穿 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 在國外像台灣 像我們以前在pop唱 唱到很high的時候 基本上也不穿衣服 如果那天大家夠high的話 也許我們會考慮這麼多 沒有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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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就是 因為會流汗嘛 在台上大家很high 對 既然說沒有上線 那麼阿新是不會 模仿張正月 露出小酷酷 甚至拍打小弟弟呢 不會啦 應該不會啦 跟他在台上一樣 而演唱會的嘉賓 目前確定將會邀請陳冠希和榮祖兒來助政 當然除了這兩位最重要的桌上嘉賓 則是少不了要要另外一半來捧場囉 開玩笑 不需要翻臉 馬開離君的採訪報導 好 接下來還有一連串的問題喔 首先有一個 仔仔請問你的肚臍是深的還是淺的 我肚臍是淺的 是淺的 欸我沒有錯過你肚臍耶 仔仔你給大家看一下 不然小意思你給他看一下 我不要 沒關係啦 單獨給你 不會是很髒吧肚臍 淺的哪會髒啊 那順便就有一集人 他問你有沒有肚毛或者是腳毛 我有腳毛啊 然後肚臍下有 肚臍下有 就是從肚臍開始下面有一條的毛 嗯 可是 你知道 一點點 怪啊那個東西 幹嘛 什麼叫那個肚子啊 因為我國中啊 我這邊開過刀 然後我這邊的開刀以後 你開過刀你為什麼開刀 盲腸鹽是不是 那個比較嚴重 複墨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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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 就差點死掉 真的來講 就 就回來啦 然後就拆線以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想去打籃球 你就沒打 不會崩開吧 就這樣一用就 就感覺到拉到東西 可是他有幫我貼 呃 繃帶 然後後來過幾天以後我就覺得 欸 我要我要去台中 姑姑要幫我進補嘛 然後我就好啊 拆一個繃帶看看 一拍就 就 藏著露出來嗎 沒有沒有 就 就是裂開 現在可以講嗎 可以啊可以啊 裂開了然後 留很多 濃 就是已經發炎了 對 然後咧現在就有一個疤嗎 對我現在有疤 然後很多人像他們其他三個看到我 欸你有哪一個才是你的肚臍啊 就 哈哈哈哈 下面下面 下面比較熬下面是你的肚臍 下面是疤 下面是疤 對 看了就 是喔 好那另外還有人問說 宅宅你會不會很不喜歡洗澡 我 不會 那你有沒有那種不洗 就是比如說有人幾天不洗澡 欸有欸 為什麼 我在國中的時候有一次思想錯亂吧 什麼說 我就不知道 我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我到底可以忍住幾天不洗 就突然想挑戰 不是不洗澡是不洗頭 嗯 然後我就想拚 因為我頭髮是油性 大概一天 一天不洗就 所以看起來很臭很油 很油 然後你知道我那個拚多久 多久 大概 兩個禮拜吧 蛤 欸我一個禮拜已經受不了了 然後我朋友 我朋友就問我 就這樣問我 我就一直在看他們會不會不好意思 跟我講 然後一直在觀察他們 欸你真的只想錯亂欸 結果後來 你不洗頭然後還拿來觀察 結果後來有沒有人鼓起勇氣說 宅宅你頭很臭或什麼的 我每一天都會叫我一個好朋友 結果 結果 結果我怎麼樣 最後我自己都受不了 因為我剛才講說我自己 有時候都聞到那味道 所以從上面會一直飄來一股臭味嗎 對啊 那你後來當了藝人後 你有沒有那種比如說沒洗頭 然後怕歌迷聞到臭味的這種經驗 這倒沒有了 當了明星之後 開始比較會愛乾淨是不是 也不是愛乾淨 就是我本來就習慣早上洗澡洗頭 其實你不要以為仔仔看起來像死小孩 可是他其實很愛乾淨 你比如說去那種草地啊或者是濕濕的地方或海灘 他就會變成那個木頭人 結果他會覺得很難過然後就會這樣像木頭人 我知道 那你是不是走在草地上會覺得好像會踩到大便 怕會踩到泥巴吧 連泥巴你都怕啊 就是如果下雨天的話那種 喔好愛乾淨喔 好等一下你們有問題要問嗎 有 仔仔你是穿三角褲還是四角褲 我穿四角褲啊 鬆的那種是不是 鬆跟運動的都有 鬆跟運動的 也是有那種比較貼的 對啊像我現在都要穿運動 太好了 你幹嘛自己講 我現在已經心情不好 不會啊最近 不要這樣講 仔仔不可以這樣講 那你內褲以什麼顏色居多 黑色 啊不然仔仔你最近運氣比較不好 你穿紅內褲真的很有效 像他泛泰先生那一年一整年都穿紅內褲 真的鮮紅的 你敢不敢 我跟你講真的 真的穿紅內褲很有效 那穿紅內褲跟去拜拜哪一個比較有效 就你拜拜也穿紅內褲啊 對啊你就隨時隨時也穿 也拜拜啊 對啊 那我如果以後在片場換 跟他們其他三個一起換衣服的時候 我就因為 F3會笑你嗎 對於穿紅內褲 應該會笑 我應該會笑 你以為他們人有多好 那其他人都穿哪一型呢 其他人 都穿子彈那一塊 爆龍 太子彈 也不要沉浸 也不要沉浸 沒有就真的啊 真的嗎 你看到沒 就真的啊 真氣人 我們這台記者新聞 挖腫陽界到香港宣傳芯片 明天即將在香港上映 由日本漫畫改編的運動電影 乒乓 在李燦森的作動之下舉行了記者會 日本萬人彌花總揚界 以及全方位發展的 Rot Hub 配合該片在香港上映 到該地進行了三天宣傳 挖腫陽界在記者會上 坦坦而談 至於Rot Hub 則一點酷樣 話不多的從頭做到尾 Renar森時 他則發揮了搞笑本色 在香港的印象挖腫陽界表示 並不清楚 不過他非常喜歡李燦森 只要香港只要到這裡 輸送的人 所以他只能跟其他人 跟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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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 Renar森表示 他剛到日本時 挖腫陽界 二話不說的 帶他們去見識 道地的日本生活 所以這趟挖腫陽界 香港行 他也會盡地主之宜 帶他們到處逛逛 在片方一片中 挖腫陽界 首次帶假髮演戲 藉著片中的阿扁 他反映到現實生活中 部分最真實的一面 至於李燦森在該片當中飾演 來自中國的高手孔文格 而酷酷的Renar森 則飾演 以阿扁為目標的校園 岳本城 香港採訪組的採訪報導 好 現在我們再繼續問下去 宅宅 請問一下 你喜歡大胸部的女生嗎 你以為裝可愛 就可以帶你出去啊 還好耶 我說真的 也不排斥就對了 可是我根本不會去挑 好 我不會去看一個女孩子的胸部 來決定要不要跟她 對啊 所以說胸部對你來說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其實還蠻愛看女孩子的對不對 愛看女孩子 對啊 喜歡看女孩子啊 不然我就是 真的 你知道其實宅宅還蠻好色 他常常就會你知道 就偷看女生啊 然後聽說朋友是那種 譬如說做演藝圈的 常常會跟女生面試 他就會覺得 哇 好希望有那種 真的嗎 真的 所以說你也是喜歡看漂亮的妹妹 誰不喜歡 對啊 那你喜歡哪一種外型 是你會覺得很漂亮的 演藝圈有沒有哪個女明星 我覺得就是順眼就好 就是我比較喜歡可愛的 可愛型的那種 我不太喜歡太漂亮 許若萱那種 是不是許若萱那種 算吧 算 許懷愈 算吧 許若萱跟鍾麗 你的表情好像還怪 許若萱跟鍾麗 許若萱跟鍾麗的話 你就會挑許若萱對不對 對 然後另外還有 兩個都不能挑 還都還喜歡 另外還有人說 聽說仔仔今天報紙上有燈 你想要早一點結婚 可以當阿公 這樣你才會 因為怕你萬一 你知道啦 對啊 你自己講一下這個 就是怕自己活不久 就想說 現在25歲 就趕快結婚 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 首先你為什麼會有覺得自己活不久這種想法 嗯 因為 就怕 你不會跟葉莎一樣嗎 因為其實有影響 剛劇本都講錯了就好 對 你現在身體是健康了吧 現在身體OK OK 那你等於說你一結婚的話 你就會想要立刻生小孩 嗯 對 行不行啊 你會不會照顧小孩啊 對啊 我 對啊 那你 當然 maybe你好了 哈哈哈哈 先誇你 是的 你是說你25歲前就想要結婚掉 嗯 那你想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那你的太太希望是什麼樣的類型的太太 什麼樣類型喔 嗯 就 順眼就好 我不太希望她太 漂亮到一種程度 那個性呢 一定要是好媳婦還是說可以自己去外面工作 也可以獨立工作的 要哪一種 可是我兩個都想耶 就是那種 我希望她就是乖乖的時候就 對啊 乖乖就乖乖 然後又可以 在外面又是一個 就帶了出門 然後在家裡 什麼 是不是 你這種大男人主義 對 你真的要求很高 剛剛講就錯了 你是不是大男人主義 我 一點點而已 有 一點點而已 可是我對女孩子還都蠻好的 因為大男人主義的男生都會很疼女生 因為有人問說 你曾經跟以前女朋友說過最噁心的情話是什麼 寶貝我愛你 寶貝我愛你 就差不多這種東西吧 就那一類 你會用娃娃聲跟女朋友講話嗎以前 對 以前小時候 他害羞一定會 就是有時候裝可愛這樣子 也會裝可愛 他很愛裝 有時候跟那個公司人員也會裝可愛 怎麼弄 肚子餓那一種 之類的 就是還在裝可愛的時候 他們就要趕快去準備 要不然下一步 等一下 快一點 先你 裝可愛一定是個警訊 好 那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段趕快回來之後呢 宅宅還會再穿另外一套服裝 休息一下帶回來 帥喔 好好看喔 又變木頭 又變木頭人 怎麼會這樣 宅宅是木頭人 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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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請坐 好好看喔 好帥喔 好 那今天呢我們簡訊記者會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你要不要就是意思意思先說出兩題你印象最深刻 對回想一下 因為我們要送大家你那個拍立得的照片 但如果每一個都講你可能記不得吧 印象最深刻 嗯 嗯 問我穿什麼內褲的人 哦 問穿什麼內褲的人 好大家記下來齁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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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哪一題還問的蠻好的 你自己很喜歡回答 這個 很喜歡回答 對會 問我到底 恩 喜不喜歡那個 就是 有關於那種同性戀的那種問題 那是不是第一個 對第一個 欸你喜歡 你為什麼喜歡回答那個 好證明我不是啊 對啊 欸是不是很多人 都以為這件事情懷疑過你 我覺得應該不是單單針對你吧 因為像Energy啊 就是少男團體 譬如說 有一個Fans他喜歡你跟暴龍 他就會希望你們兩個是一對 那你覺得F4裡面誰最像的同性戀 我們裡面 都沒有吧 是不是開始冒汗了 幹嘛 好了啦 不問了不問了 那今天要謝謝那個仔仔囉 對 那其他的就等一下就麻煩你勾一下那個 你覺得好有問題 然後送他們那個 好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新聞多連方 好 拜拜仔仔 之前不斷表明有了小哈利 就不想出遠門的一能進 最終還是得到大陸拍攝電視劇 只要是想到未來三個月和家人 尤其是小哈利 聚少離多的日子 也能進心中一程 非常的負捨 不過除了他之外 家中其他成員 全都投了反對票 全家人都反對 包括我們家小哈利 一開始 就好像 他好像就是懂耶 這幾天我要 從家裡走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手這樣伸出來 要我抱他 然後就會 啊 啊 就會發出這種聲音 為了新專輯 兩種旗 Gigi再度來台 進行第二波宣傳工作 而這回他硬要在王牌接班人當中 和佼佼阿亮演出一段兩週 看得出來 Gigi這回來台心情好多了 因為上次他在簽唱會上意外的落淚 讓台灣的歌迷都很是掛心 原來也因為上次的落淚事件 而引起港台媒體揣測 Gigi和正義劍的感情是否生變 在此Gigi直直呼 沒得是 那麼辛苦的工作 會不會因為這樣很想哭 因為就沒辦法見面 沒有辦法約會 不是 真的是很感動 日前 悄悄來台為全新專輯中的第一首 主打歌曲禮物拍攝M.E的張學友 雖然情勢低調 不過在拍攝M.E的洗衣店裡 還是吸引到不少民眾前來索取簽名 而張學友也像唱上映般的 在拍攝控擋不停的哼著這一首 搬唱至韓文的歌曲 只是歌詞還不是背得很熟的張學友 為了能夠順利拍好對嘴的部分 就有請工作人員在一旁來提詞 如果你想要獲得The Best Party的入場券 請你寫出Hip-Hop年度盛惠 FREE STYLE SEASON在哪裡舉行就可以了 對 然後呢在那個10月27號下午2點鐘呢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10樓的青少年娛樂中心 就是會有這個活動 然後你們可以打電話到02877-36017 我覺得宅宅還是蠻可愛的耶 她很可愛 不過我們剛剛忘了問她 就是她寫真集裡面有自己畫畫 她其實怎麼會畫畫 以後有空訪問她的時候再問 她現在還是你甘地嗎 很多人在問 對啊 她還是叫我姊姊 而且我就是慢慢越合作越熟 但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是我們接下來還會有拍那種親熱戲 然後我就有一種亂倫 妳有親熱戲 有到打蛇戰嗎 應該不會到打蛇戰 可是我一看到那劇本 就已經覺得亂倫 感覺很怪 妳這次跟暴龍有沒有那種你知道 在床上打滾那種 沒有沒有沒有 好可惜喔 所以帶我回來 艾莎明天會來到節目當中 明天見囉 明天會教大家如何做減肥餐 很重要 有效的喔 掰掰